政府支出结构是需要改善的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很急迫的 信贷就还是落了 百分之九十几的需求根本没满足 越变越难的时候需求越多 别人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 你能解决你就会 咱们现代这种国家的制度的建立 跟瘟疫的触动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的重视 对生命科学和基础 我们要进行国家的制度 是否这种人才是终于关键的问题 转眼间2020年已经进入了最后一个季度 始于今年年初的这样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现在看来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但随着秋冬流感季的到来 再加上各地政府逐步放松了疫情管控的措施 欧洲等海外地区的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可以说我们面临着第二波疫情爆发的风险 其实相比于海外 中国国内的防疫效果可以说是比较显著的 多个省份已经保持了比较长时间的 本土病例清零的状态 偶然有一些地方性的聚集性的感染事件 也被及时的控制没有进一步扩散 这个时候大家普遍认为经历疫情初期的应对不力 到迅速的吸收经验教训调整策略 中国政府的应急管理体系正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 时间回到2003年 那个时候以应对非典为契机 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一案三制这样的一个应急管理体系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条块分割和部门为主的应急管理形态 2007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了包括像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传染病防治法等等在内的很多不法律法规 2018年又整合了13个部门的应急管理职责 成立了一个应急管理部 然而在实际防控这次疫情的过程当中 应急体系当中的风险预警 信息上报部门沟通环节 仍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短板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院长 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薛兰就曾经表示 我们既要肯定应急管理体系 在疫情紧急应对期间发挥的作用 但同时也应该正视前期风险感知和研判的不足之处 那么在这一期的财新时间 《易后时代》节目当中 我们就对话了薛兰老师 探讨了疫情常态化背景之下 如何能够总结经验 建立起更加透明 及时和长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 现在我们可能得需要考虑到 如果说我们要跟新冠病毒要共存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今后 这个社会它的运行模式不再是零和一了 就在零和一之间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连续频谱 当然现在我们是基本上控制在几乎是零或者近零风险 但是也有可能 比如说它可能会在局部的地方 可能会到零点三零点四 那这是我是不是一下帮机去跳的一 一就是我们像武汉就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整个全民的警机 全社会的警机动员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可能都要探索 在零和一之间 可能会要有一些不同层级的这种反应和应对 第二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是相当于我们公众的心理 其实也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忘了 我们应对很多其他的一些传染病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零风险 然后你举例的话 比如说我们讲结核 结核现在其实每年也还有不少人 流感 流感每年也有不少人 对吧 那么它真正最后导致可能 由于流感引发 最后引起激发病症 最后死亡的人数 其实也说不定不在少数 所以我说我们就可能就有一个 怎么去适应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相对来讲 比较熟悉的风险 可能相对来讲 对它的风险的层级高一点 大家也还可以忍受 但对那些陌生的风险 大家可能说实在 有一点风险都会觉得非常担心 所以这里面的话 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刚刚听到您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成本跟风险控制的问题 像咱们之前讨论的 每一次出现了非清零的情况 我们都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而再长效的这样下去 其实有很多行业受的这个压力确实是扛不住的 怎么来权衡付出多少代价 值不值得 所以我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 其实是我们全社会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去逐渐慢慢去要进行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面对就是假设如果说我们要跟新冠病毒共存 那我们好比说是允许这个新冠病毒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就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允许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干扰 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全社会我们确实不能容忍新冠病毒的存在 那我们就清零吧 但我们可能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这个不管经济社会的影响 那也许我们说可能我们要就是可以让它存在一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换得我们大家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子我们感染的人可能就会多一些 那我们觉得说这是可接受的 所以就这个所谓叫这个风险的水平 这个我们到底好比中国社会我们能接受这个水平实在哪 这很有可能不同的国家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甚至于我们中国可能不同地区也不一样 所以我是这个水平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得开始来去面对 来逐渐来形成一个我们能接受的 因为实际上如果看我们其他各类传染病 其实我们接受的水平也不完全一样 讲到这个风险的问题 我们在这波疫情当中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风险研判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虽然所有新型像您讲的 咱们都是在边学习然后边掌握情况 但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将这个机制变成是一个这种相对明确的可以长效运行下去的 这次我们武汉的这个疫情的话呢 至少在前期我的感觉就这个专家机制的话呢 还是看来还是有些这个缺陷的 因为至少从我们这个专家组的从他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他们是去了三次 而且看来这前两次的话呢 他们没有能够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因为当时讲到说他们是来相当于是这个帮助地方的这个CTC 来做出判断 是叫做所谓叫做属地管理 因为我们属地管理啊 是应急管理里面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应对这各种突发事件的话呢 是属地管理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理解 所谓叫降在外军民有所不受 因为你在当地发生的这种突发事件 去应对的时候 如果你是千里之外来指挥 那肯定是很难去及时有效的 所以我属地管理更多的是 为了让当地的地方政府部门 能够更有效的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提出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新冠疫情 像这种传染病的这种分析判断的话 情况不一样 那这时候是一个科学判断的问题 所以我是这时候没有什么行政等级的问题 所以呢碰到有这种潜在疫情的情况下 我应该把最好的专家团队 最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专家 应该把他们组成一个团队来去分析 来去做出判断 所以我的感觉的话呢 就是可能 当然我们地方他有他的CDC 他比较了解情况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的话 省里面或者是国家的这个专家 应该跟地方组成一个团队 我觉得这首先就是这是应该是共同来去分析 另外呢 这些所有的专家 这个团队呢 他应该是 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讲 一个Task Force 就是一个 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团队 而且他们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是一个咨询的一个 因为好像这个从目前看的话呢 国家的这个 就武汉这个疫情 国家的这些专家 实际上相当于给地方的这个CDC 起一个咨询作用 他的那个责任呢 不是那么明确 我觉得我们这个专家团队 今后应该是非常清楚 你就是要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 最后做出判断 要承担你的相应的责任 这个其实在整个这个疫情当中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咱们的这种 层级的这个审批机制 因为像这种突发的事情 它的紧急性非常强 按照咱们现有的这个 肯定是很难去做到的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 预防险的这种机制 到底怎么能够建立 跟保证它的这个落实 在这个事件 这个我们讲的 风险管理这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 这个有一些信号 有一些这种信息收集来以后 那我可能的话呢 就是由专家这个团队来进行判断 这个判断这个完了以后 它也可能不能就是说 有一个唯一的一个 可能它只是说可能 这个好比说是新冠病毒 可能这可能性有多大 是一些普通的这个流感 可能性多大等等 可能我想也会不只是一个选择 但是我说如果专家团队 他们给出他们最好的判断以后 那的确是需要地方的这个 对相关的部门要做决策 当然也许可能在卫健部门 甚至有可能也要 他的地方党政部门一起 所以这种决策的话呢 的确是把就是这种发布的这种 可能成本 可能这种收益 你得要做很多这种权衡 那最后的话呢 可能要做出这种决断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隔个几天 两三周 这个地方就发布一个消息 最后都是错的 因为咱们讲狼来了 喊多了呢 最后那也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这种事确实要比较慎重的 做出判断 需要这个党政部门和专业部门的 共同配合 这个应该难度是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在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这个地方党政部门 其实都是难题 对这都是难题 我看到您在一些发言中也提到了 就是有一些坊间的传言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是不是也纳入考虑 就这个您是 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就是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有 我们当然有各种渠道 是吧 希望能够把这种任何新发的传染病 或者原有的传染病的 这种信息 尽快地通过我们的直报系统 来报到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部门 然后来进行分析 最后来去发布预警 这个我们是非常理想的 这个渠道 但的确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渠道的话 它有时候也不排除 各种各样的因素 它没有能够直接的 这个传上来 而且有时候确实你光靠这个渠道 有时候说不定可能 的确有时候它有可能就被忽视掉了 这也不排除 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这种坊间的 就其他的一些社会渠道的这种信息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对这个所谓主渠道是一个补充 所以这个渠道的信息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 当然可能大家会说 你有这个渠道以后 这些信息对所谓坊间的这些传言 会不会在公众信 这个当中啊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 其实我们如果辩证的看 就是说可能坊间会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传言 然后会引起部分公众可能对这个担心 是吧 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 大家会发现这个其实不是真的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首先一点 大家会形成一种抵抗力 不会有一个传言马上就惊慌失措 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这些信息 它这个如果能够在公众当中 起到一些这个相当于预警的作用的话呢 也不是件坏事 就换句话说 也不要把最后所有的这个决策的压力 都加到我们讲地方政府 或者是这个卫生部门 是吧 因为他们也是人不是神 各种信息 尤其我们讲这种新型传染病来的时候呢 它其实很多信息也是不完全的 所以指望说大家能够每一次都能准确的做出分析 判断发布这个信息 我觉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可能政府也得到了一些信息 公众也得到一些信息 所以公众已经开始 如果担心的已经开始采取一些防护措施 也未见它是坏事 在这一次国内疫情的防控过程当中呢 数字科技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 大数据 还有银计算等等这样的技术应用呢 政府能够做到对疫情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分析 寻找病毒的源头 同时呢 即时的预测这个高危地区 高危区域和高危人群 从而加强这个防控救治 而对于医疗物资等等资源 也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合理和及时的调配 可以说呢 我们借助数字化的手段 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行效能 在这一次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在另一方面 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防疫手段之下 我们从这个上报行动轨迹到登记工作 包括家庭情况 还有对私人数据是否过度的收集 隐私是否会暴露这样的问题 其实也引发了比较广泛的一个争论 我们究竟如何在防疫和信息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对此呢 薛兰也给出了她的建议 我们有一个比较创新的 就是我们国家能够聚焦到 小社区的风险程度 这个是因为 为什么别的国家做不到这样呢 它是因为得益于什么呢 我觉得这得益于呢 就是还是我们能比较快的 就是我们 就是相对于我们能够去 通过各种信息手段 能够马上直接 能够追到就是具体的这种病人 他都去过哪些地方 然后呢 他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然后的话呢 可能他的密切接触者在什么地方 我们根据这个 向他能够追踪到这个 这个所谓感染的病人 和密切接触者 他们的行踪 这以这个为基础 您刚刚讲的 其实也是这次疫情的 如果我们要在危中找机的一个 可能积极的一面 就是我们的数字技术的发展 在过去这几年 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性吗 但是未来您觉得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合 包括咱们之前讲的这种 应急的体系啊 预决策的机制啊 怎么跟数字技术 能够再结合一下 当然我觉得数字技术的话呢 其实是 我觉得当然下一步 其实我们当然也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 这个方式 好比说 我觉得当然就目前的话呢 我们更多的是 从这个相当于 这个社会对个人的 是吧 那我觉得今后也可能 很多是倒过来说 我个人能够及时的 就如果有一些 这种可能的症状的情况下 我及时的能够的话呢 能够有一个方式 能够来去检测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 像遇到传染病这种情况下 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呢 是个人 能够去自我保护 同时呢 有些风险的话 能够及时去 来报告 但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 假设如果说 你很有一点风险 我就要把你隔离的话呢 可能大家会有些担心 所以如果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 我有一个系统是 我可以就是说 这个 这个自己呢 先匿名的去报备 然后或者去核查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很多人 他觉得有自己 就像我们这次 也听到有好多各种故事 有人很担心 那他有这些情况下 他可以自己去核查一下 看看我到底是不是 有一些更高风险 那他核查以后 觉得说人家可能 最后一个比较 客观的一个建议说 那你需要进一步的核查的时候 那他再就去核查 如果觉得风险很低 我就没有必要了 那大家也安心了 所以我觉得 今后这样的系统的话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来更好的去 补夺到各种信息 然后呢控制疫情 刚刚您讲到的 比如说个人 是不是有可能适度的参与到 这个信息披露的过程中 这个大家也很感兴趣 因为我们到底来怎么确认 个人披露信息的这个程度 和怎么保障他们的权利呢 对 所以我说这里面呢 就是需要我们 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一个 相互适应过程中 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确实为了防控疫情 我们确实社会需要去 更好的了解 就是可能各方面的 这个个人的行踪 但我想我们作为社会 每个个人也还都有 这个自己对自己的隐私的 这种关注和担心 也不希望自己 我的24小时的行踪 完全被我们的这个社会公众都能知道 所以在这个之间的话呢 就是可能都得双方找到一平衡点 就社会可能也说 我是在什么情况下 我才去 这个去去 去追踪个人的信息 而且追踪到这个信息 我只能限制在什么样的方面来用 所以我想这个的话呢 是这一块 但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我们每个人也要意识到 在传染病这样的 这种很多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个人的行为 对社会有很强的这个外部性 所以如果我们个人都能够去 按照这个就是 公共卫生防疫的一些要求去做 而且我们及时的把我们的信息 能够去核查去报告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能社会对我的 这方面的关注就可以减少 所以我想这个相互的适应啊 我觉得是需要一段过程 如果而且我觉得甚至以后 我当然这是纯粹想象了 如果说可能好比有的人 他能够非常准确的 及时的把自己的需要的 这种情况 他能报告给我们 这个所谓公共卫生体系的话呢 那也许社会对他的这种 行踪的监督 可能就会可以减少 那所以我说这个之间 什么地方是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觉得有一个互相调试的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很关心 因为讲到这个科技 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 很多人都担心说 会不会因此而出现一个 很难挽回的一个科技的这种断层 或者脱钩 您对这个的担心大吗 我觉得确实是很让人担心 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以前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还很少见 就是说 这个就是在 即使在科学领域 是吧 也在 就像美国政府现在这样 也在采取各种措施 来去设置这种 就是科技人员 或者机构之间的交流 这个是前所未有 因为我觉得在冷战期间的话呢 就是在当时美苏 在基础研究领域 应该还是有一些 有着比较正常的这种交往 但现在的话呢 的确这种正常的这种交往 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希望这是 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就是我觉得 因为在这种应用里 在科技产业的这种竞争的话呢 其实西方的国家 对中国一直是 有着某种 这种限制的 不管是从原来的巴桶协议 到瓦森纳协议 是吧 那么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无非是 一步步就是限制的更紧 所以这方面的 这种限制什么的话呢 其实是 我觉得应该是个量变吧 就是没有本质上的这种差别 这种限制始终存在的 但是这种在基础研究 科学研究的领域 来设置障碍 来进行限制 来进行这种控制的话呢 这个确实是前所没有 前所未见的 所以如果这个要是 这个趋势要是长期下去的话 那的确 我想不光是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会产生 这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对全世界 对整个人类科技进步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说 这次疫情 不仅仅是个公共卫生的事件 它其实激化了很多矛盾 比如说不同国家选择 应对疫情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使我们全球范围内 在这个公共卫生上的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 和信息的透明 就倒退呢 这种发展程度 我倒是感觉的话呢 就是倒退的话呢 其实是 我觉得按说是不应该的 是吧 就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其实的确是 有些国家 就是把某种程度上 应对这个疫情政治化 这个的话呢 其实是 我觉得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 应该说是 非常令人惋惜的 是吧 本来像我们讲 我们这是人类社会跟病毒做头症 其实本来是应该我们可以 合起手来共同是促进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人来共同团结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 是非常可惜 但是我的感觉的话呢 这可能也只是个别国家的情况 我觉得总体来讲 全世界的 这个各个国家的 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 总体来讲 还是希望能够去共同来联合来应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 我就回头 我希望这个对疫情过后 我们人类社会能够反思 这次我们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这个背后 我们把它政治化 在这里面起了多大作用 我觉得值得去分析 就是可能没有将疫情处理政治化 我们会集聚更多的力量 来应对这个疫情 对 因为实际上如果没有把它政治化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对 对所有的国家来讲 应该是最合理的方式 就是应该去参与到整个共同的行动当中 因为换教就说 在这个病毒的 这种 这种 这种面对病毒的话呢 你没有哪个国家可以 这个全身而退的 你一定是说 全世界都是安全的 你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讲 从即使出于它自己国家的自身利益考虑 它也应该是加入到全球抗疫的行动 每个门都没有关系 基本上关系 每个门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会不知道 就要加拿出来 最后关系 1号